WIT的死亡邊境二教學之2023復活節活動 WIT要分享2023復活節活動 下方說明會放時間點清單請多多利用 影片分2023復活節活動 活動殭屍 空座台配方 活動紫色任務區 彈藥燃料斬價 抽獎 2023復活節活動 2023復活節活動在4月7號下午5點開始囉 官方公告復活節活動到4月23號結束 復活節活動有出4個部分 分別為復活節活動加成 活動殭屍 空座台配方 活動紫色任務區 復活節活動加成有加100%經驗值獲取精英獨特裝備掉落 子彈數量 活動殭屍 復活節活動期間有活動兔頭殭屍在整張地圖隨機出現 活動兔頭殭屍的血量較多 經驗值也跟著變多 工作台配方 工作台新增一種活動武器與兩種活動食物配方 活動武器配方 雙頭吞噬者手槍 使用點357手槍彈藥 基礎身體傷害7.2 基礎爆頭傷害14.4 屬性有經驗獲取 移動速度 武器爆頭傷害 武器攻擊速度 變異者傷害 受到傷害 製作雙頭吞噬者需要7種活動素材 完成活動止射任務區 能獲得活動素材 活動武器在目前現有手槍中 傷害不低 使用點357手槍彈藥 很便宜 活動武器依舊很香 活動食物配方 復活節蛋糕 使用復活節蛋糕能獲得爭議 復活節盛宴 持續30分鐘 復活節盛宴效果需要水分與精力 移動速度 身體爆頭傷害 經驗值 製作用素材 糖果與巧克力醬 在一般時取點有機會撿到 巧克力蛋需要完成活動止射任務區獲得 活動食物配方 復活節巧克力蛋 使用復活節巧克力蛋能獲得爭議 復活節狂歡 持續13分鐘 復活節狂歡效果移動速度 攻擊速度 經驗值 製作用素材 巧克力棒與巧克力醬 在一般時取點有機會撿到 巧克力蛋需要完成活動止射任務區獲得 活動止射任務區 OA期間以外每20分鐘在地圖隨機出現的止射任務區 復活節期間有專屬活動止射任務區隨機出現 活動止射任務區會顯示完成獎勵是什麼素材 可以看缺什麼素材再決定要不要去挑戰活動止射任務區 活動止射任務區有打活動兔頭殭屍與活動兔子太坦加兔頭殭屍 1到10等活動止射任務區打兔頭殭屍獎勵目前看到的都是巧克力蛋 建議新玩家可以去打兔頭殭屍賺經驗順便獲得巧克力蛋 巧克力蛋可自用可製作活動食物可販售 巧克力蛋使用能獲得爭議假日狂歡持續10分鐘 假日狂歡效果有移動速度攻擊速度 WIT目前都打1隻兔子太坦加10隻兔頭殭屍的活動止射任務區 用帳號2隻人物區打1個紫射區域完成2次拿2次紫射任務區獎勵 30等的3隻兔子太坦挑戰第一次就被派回家 彈藥燃料漲價 目前觀察到紫藥活動要刷活動止射任務區拿活動素材 彈藥燃料醫療用品都會漲價 死亡邊境2目前活動有復活節、萬聖節、聖誕節、榮麗新年4個節日活動 建議玩家可以在活動開始前2週開始囤彈藥燃料醫療用品 囤來自用或買低賣高都可以 抽獎 WIT要來抽遊戲點數100點喔 抽獎3步驟 1.訂閱WIT的YouTube頻道 YouTube帳號需要關閉將訂閱龍一律設為私人狀態開關 電腦版關閉將訂閱龍一律設為私人狀態開關 手機版關閉將訂閱龍一律設為私人狀態開關 2.對影片按讚我喜歡 3.在影片下方留下關鍵字DF2加死亡邊境2玩家人物名稱 玩家人物名稱是領獎用務必填寫正確 WIT會在影片發布後14天寒假日抽出一名中獎玩家 WIT抽獎用網頁連結會放在下方說明 中獎玩家會公布在影片說明與WIT的DC 領獎期限開獎日加14天寒假日中獎玩家請用DC聯繫WIT 2023復活節活動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YouTube頻道的請協助訂閱WIT感謝您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支持WIT創作更多教學影片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WIT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下次影片見掰掰 有刃子會繼續收到 綠結石主要給新影片 並且希望在影片下方說明 先看到WIT pointer 小鈴鐺 主要是有請按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